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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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播映時 已達入2019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甚麼 很難避免做這些 平常的節目 我們怎樣都要做一個 回顧與展望 2018至2019 回顧與展望 我首先講一下 如果我用中餐的角度來看 當然如果在中餐投資的角度來看 這一年照理 應該不是一個好年 因為我們的股市 曾經衝過上三萬點 但現在收賜那一刻 跌到二萬五千點 問題是這樣 我解釋一下 其實因為它重新三萬的時候 好的時候都是一、兩個月 壞的時候是十個月 如果它到最後一路 到最後壞的時候 怎樣跌 我好了十個月 壞兩個月都好些 但現在整個大半年 都是在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悲慘之中 我想除非是 我這樣想 因為中餐未必會做些很投機性的行為 但是你要在今年贏錢 我想都是比較難 其實輸少已經當贏 你說輸很多也未必 但是因為始終都不是一個 我們講當年那種很誇張的 SARS時期 即是911時期 或者我們講一個很大的slump 其實跌五千點當然很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成分的 但是其實沒有比以前那種 可能你輸完整個身家科目 還有我們講說 有上過三萬點 又跌回去二萬五的話 你說開頭的時候 即是那些貸貸在哪裏 要是年頭的時候是高過 即是年尾的時候 再看著前點的時候 覺得似乎都會繼續跌下去 所以心理就覺得不好 而且我覺得經濟環境不是太大 即是整件事大家以前 即是我記得 很記得那時候人家說 1981年82年那些時間 他說81882年的時間 香港的股價跌 8203 不是 8203、840 他說股價跌、樓跌 他說大樓跌 但是他們的人工 和他們的做生意收入 是沒有減到的 但是市面都是很 大家都是花得錢的 其實只不過是 整個資本市場 貶值的問題 但是其實 那時候的租樓的回報 是10% 所以是 其實是 息好多 是的 但問題是 都不要緊 大家比得起 人工一直加 所以大家那時候的生活 其實生活很好 一直在改善 但是現在大家覺得 黃雪雨拜年 一年不月一年 生活在改善 令到社會一堆人 令到很不開心 其實香港的環境 如果是純從客觀生活環境 雖然我們說 一年不月一年 但是都好過很多地方 但問題是 因為政治爭培 整個氛圍 令到大家覺得不開心 因為很多事情 都是感覺問題 半杯水 你究竟是半杯 半杯空 大家覺得是半杯空 所以 大家有飯開 有屋廚 大家都是覺得民不聊生 所以整個 感覺不好 其實這幾年的感覺 都不好 但感覺最壞 當然是死亡人 股市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股市 就說了一個大trend 那麼大隻 和你專家 世界股的表現 你覺得 回顧是怎樣的 世界股在2015年之後 沒有好過 世界股在2015年之後 就是之前 那幾年世界股很好 其實世界股這幾年很差 但是昨天 就是星期五 就是前幾天 那現在世界股是反彈的 因為世界股跌得太低了 世界股很多 它是跌得比藍賊股很多 所以反而 現在世界股是超賣的 我一會兒展露的時候 可以說一句話 說完股市 說完樓市 樓市另外一樣 就是 如果你今年沒有賣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業主 就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只不過是年頭那一家 回到年中 現在差不多 現在又回到年頭 回到年頭 但是如果你在年中入市 就哭得一句句 因為我記得年中有很多新聞 是說什麼的 就是說很多中產 就是去買一些古靈精怪的單位 即是那些 百年二百世都照買 買著先 另外亦都有些 古靈精怪的 Mortgage 即是那些 Mortgage 會越供越大 比率 或者頭那幾年 就不需要供 但是後面會加得很厲害 這些人 他們看著市場這樣跌 就真的 心理壓力會很大 因為可能很多人 在年中入市的人 都是計得很盡的 即是 覺得怎樣入市 都受了升值的好處 而如果你是沒有樓 亦都未必開心 因為租金沒有明顯跌倒 我預期如果明年的樓市繼續跌 那個租金便會下跌 那為什麼現在的租金沒有下跌呢 以我觀察就是 因為之前的樓市升值 是跟租金貼勾 因為他們純粹也是 炒升值的潛力 而不是說租金回報 如果樓市再跌 可能租金 但起碼這一刻沒有減過 回顧我想補充少少 就是說 這件事很難回顧 我想我是全香港第一個人 指出這一點的評論員 是 就是 剛剛10月公佈的時候 即12月公佈回10月的時候 就是 香港的樓市 就是首次 見到的數據 是第一次的成交 是一手樓超過了二手樓 不但是中數和價值都是 所以問題就是什麼 我們經常說樓市升令跌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指數 指數下去都反映二手市場 所以我們說回顧 再上展望的時候 其實連回顧都不肯定 香港樓市是怎樣的 香港樓市一手樓 它減了多少 二手樓我們知道是減了多少 年初和年底是幾個百分比 即是升了幾個百分比 還有升 還未有跌 還未有跌 過去的六七月之後 慢慢跌 二手市場 但一手市場 它減了多少 譬如說 那些成本究竟是怎樣的 那些成本究竟是怎樣的 即使有數據 即使有指數都未必發生出來 即使有指數 是報一些一手樓的指數 都反映不出來 所以當市市越來越 是傾向由二手樓 轉為一手樓的時候 因為我看10年前左右 是有八成多二手樓的 即使中原指數 又或者參與局的指數 你看到二手樓的市場 反映很多實際的樓市是怎樣的 但現在這一天 就算不是說 剛剛看到那個數字 是超過一半的一手樓 過去幾個月 都已經是 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一手樓市場 究竟發生什麼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回顧的時候 都不知道 都不是實實地 可以說回顧發生什麼事 我想有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二手樓 現在香港二手樓的市場 應該有百多萬家 應該有百多萬家二手樓 即是有樓就好 而新樓是推萬幾家 所以你一手樓 能夠超過二手樓 是很離譜的 很誇張 第二就是Henry剛才說 買樓是輕值 加升值的幅 其實買樓的第一個快感 不是這個 買樓第一個快感 就是你總是買了一塊樓的快感 當然是買一塊樓 不要說到這是第一個 第一一定是一個享受 買了樓的一刻 那個滿足感的快感 那個快感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那天 我聽見有些網民 在說你捧著那些熟樓 他們說你熟樓 即是熟樓的快感捧著那一塊 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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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快感是很high 對不對 終於沒有了沉重的負債 不是一個負債問題 其實很多樓契都說 那個契本身是可以為你帶來快感的 你抱著那個契的快感 而不是你來自你熟悉的快感 明白嗎 那個身體的快感 就是我覺得是不可以避免這個 這麼嚴重的快感 不是 但是重點從來都是 我自己覺得 樓市升有樓市升也好 樓市跌有樓市跌也好 當然是不同的人 為什麼我覺得很屈滿呢 就是因為現在樓市跌著 但是你又未享受到樓市跌 帶來那種好處 好處 但是那個壞處 就可能已經有些人感受到 就是這個反而是一個 就是為什麼這麼屈滿的地方 那我想經濟上面那個 17年的回顧就是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是 更加 就是香港會困擾的 當然是中美貿易支 對香港的影響是怎麼樣的 很多是不確定的因造 令到一些人覺得悲觀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不單止18年的回顧 好像不是很屈滿 未必是很差的 其實沒有人是蝕日辱的 但是你看 正如周研大師說 你先跌後升和先升後跌 這件事差很遠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下年都覺得一定不會好 現在大陸有些網民說一句話 我聽阿施人說很過癮 他說什麼 他說將來的內年 在很多大陸人心目中 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 意思就是 未來十年最壞 即是未來十年最壞 有排壞 是最好的 下年 即是下年都是壞 但已經是最壞的 最好的一年 這種負面的看法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心情很不好的原因 現在講完回顧 大家有什麼展望 首先樓市方面 因為我現在也有長期留意 我覺得樓市是會跌 但是其實如果對於一個業主來講 你跌 最多就跌多成半兩成 因為需求是持續增加 或者有個剛性需求 而那個供應 沒有辦法短期內增加到的調節 政府還說 政府還說比例 是的 然後那個公司形比例 還要升到七三百 基本上跌極有限 現在跌只不過因為之前炒高了 而現在開始跌下來 你有樓 你根本就不會覺得有什麼 可能因為你如果早入市 其實已經升了很多 你未買到樓的 你又會發覺 十五十六 因為現在你買 可能又買不起 你就算買得起 問問買到 你就覺得如果我買到 現在會不會虧 但是租金如果一路都不跌 那些人又始終覺得自己很肉痛 這個就是我看樓市的觀察 我覺得將來是會跌的 但是跌的是很難的 我覺得沒有驚訝 沒有驚訝的時候很難 沒有驚訝很難大跌 通常樓價大跌 是幾種壞的東西一起來 是啊 經濟衰退 金融崩潰 記不記得有驚訝增加 以此三樣東西一起來 以此三樣東西一起來 撞到的機會 是不太大 所以 還有個槓桿比很高 槓桿比很高 反而是 會跌得慢一點 會跌得快一點 但是問題是 那邊跌得慢一點 反而不會影響升降的 trend 那槓桿比是高 因為高來會跌得快一點 但是我們說跌得 那個樓災 就是因為突然間 一路插下來 就出現了一個恐慌 多數會有些金融危機 會發生 即是同時的 會發生 就算下年有金融危機 你的樓宇供應沒有增加到 其實都會跌的有限 2008年的時候 你可能跌 但是你會跌的時間會很短 因為金融危機 通常你維持半幾年 而樓的落性很強 所以股票會立即反映到 那股票呢 稍後說股票 股票 你剛才說是世界股 你的股市怎麼看呢 大股市應該這麼說 我們用一些客觀的數據分析 香港 我講大約 因為我的數字 我記不清楚 香港的股市 跌最低的 跌最快 在說這幾十年來 跌最快的是九個月跌完 和調整三十幾% 就是通常試過幾次都會調整三十幾% 如果嚴重就調整七十幾% 如果嚴重的話 可以是一齊去跌 是年半到最後三年 就是視乎2000年到03年 你怎麼計算 因為中間反爛過一次 跌年半到最後 跌年半到最後 是三年不等 今次的低位 現在是25,000多 現在的低位 最低位是24,000多的時候 是在跌了八個月的時候出現的 而且也是跌了兩成幾% 所以假設明年 是沒有創新低的時候 即是變成香港今次的調整是最短的 有時要是幾十年來 所以我會傾向於 明年會再增加 明年會增加 明年會增加 即是那個熊肇會比較久 但是因為熊肇第一期跌得相對比較少 熊肇第一期相對比較少 即是現在第一跌 第二跌 所以都不會跌到很深 即是不會跌到很多人說 萬差 對 即是不會這樣的狀況 即是除非發生好災難性 但是如果好災難性 即是通常會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災難性 即是會有三十多% 以往績來計算 如果好災難性 如果好災難性 譬如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 就會跌到 沙士 就會跌到70% 接近 但是那個狀況 跌到70%的狀況之下 就是它會一浪高於一浪 即是譬如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7000點 之後再去到03年 或者2000年的時候 01年03年的時候 都是8000 9000而已 然後再去到08年的時候 都會去到10,600 所以10,600 就算發生金融海嘯之後 現在已經過了10年 都應該不會過這個位置 再發生這個 如果普通的狀況 很遠 很簡單地說 那是不是現在有股票 中產就應該股票了 是 我覺得視乎你持有什麼股票 都有些股票是OK的 因為如果你一個人 你會看錯市 所以 你應該最少 起碼股一半 是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位置 你很尷尬 你最少是 不可以有安全 不可以做什麼 有些現金 如果你是 我覺得 現在 通常 會跌9個月 或跌1年之後 通常 就算你建了底之後 都會有半年的時間 外製的 外製的 都不是買的機會 所以就算最快 8個月建底 你再加半年 你都要等一年兩三個月 即是夏年不要買股票 即是夏年年頭 到到 明年年頭 2020 大概是 4月前你都不能買 即是2020 即是2019年4月前 都不能買股票 是的 至少你就算不是的話 你可能 你是 低位建了 但問題是你不會太虧的 你不會太虧的 你等一等 可以再看一看 但是到年中的時候 就不敢包 即是 他跌的 我問你時間 即是他 什麼原因跌呢 我想到兩個原因 即是他 第三個就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兩個原因是他可能跌 可能美股跌 OK 美股大塌的話 他可能會再塌 因為調整他還很高 那美股跌的 可能原因 可能是因為 他部署競選 想 特朗普選不了 有些陰謀論 總之美股調整的話 是影響港股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可能中美關係 再進一步惡化的話 又可能會令到市場氣氛 我講 是不是這兩個主要的原因 我講到股票的原因 股票是不用原因 不用原因 第三個就是沒有原因 你覺得是傾向不需要原因 不是 我們首先 我們講了一個數學上的 頭紅或者一個週期 那個週期是不用原因的 但我仍然知道原因 因為我們判斷這個原因 近來會跌多少 即是有跌30% 還是有跌70% 這個問題 這個兩個原因 我們只要在這個狀況之下判斷 但事件還未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判斷不了 但次庵泥基 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因為它是整個 一樓是佔的 經濟比率 是最高的 是最大的 所以當你扭出問題的時候 整個崩潰會很快 是 但某些整件事 是美國主導的 次庵泥基 是它控制不到的 法位 以某些戰略 可以取消什麼 是它控制到的 法位 所以它不會需要 去做到這樣 還有 美股比較簡單 美股自從2008年之後 即是2008年到現在 是最大升浪 最長的升浪 反正的時候 已經調整了二十幾分鐘 即是有機會 調整很短的 有機會它已經調整完 即是不排除 那樣的理由 我現在純粹是講一個 很客觀的數學分析 不是講我自己的 那個想法 雖然我自己 在短期來說 我覺得 就算是 亦都是它轉紅 就算是 不理它是已經跌完 還是沒有跌完 它都應該在這些位置 不會是太快 到會見到工 你不會咬上去 即是在這些位置摸一下 收一下 那樣的狀況 不過美國就 如果它真的 建了所有的東西的話 建了圍牆 建了所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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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了所有的基建的話 那美股會向過的事 因為通脹會有壓力 政府沒有了錢 會有通脹壓力 那如果政府 即是它這樣搞的話 美股就算再跌 它都會向過的事 還有我想說少少少 我自己對實體經濟的看法 然後你們再回合一下 同不同意 或者同不同意 不要緊 這一集是比較重要 講到正經濟 可以講久一點 我這個看法 對香港實體經濟的展望 可能你 要是當我是比較主觀 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我前幾天 和老蕭小學員 聊天 都不同意 很多我們分析都同意 但對將來 香港的形勢分析 這一方面 我是比較樂觀 和老蕭比的 我想聽一下你們兩個意見 我知道美國的經濟 是不會太差的 中國的經濟 我也是悲觀的 好像認同你的講法 網友說 將來的10年來講 是最好的 傾向是越來越差 但香港怎樣呢 就是想想 香港夾在中美的衝突 矛盾之間 我傾向是覺得 其實有空間是怎樣呢 不是和大陸一起 大陸倒閉的話 其實香港是有空間 反而可以做得好一點 講得比較誇張一點的說法 就是差不多是回歸以後 我覺得從未試過 有好像醫學那樣的契機 是說 是北京、美國和香港 對於一國兩制的體法 利益從未試過這麼一致 美國 你們看過很多官方的報告 我認識的美國朋友也好 都想香港維持那一國兩制 OK 特別是他一個技術轉移 又或者是入口一些 敏感的策略性 或者是一些軍用民用的波及的時候 他想保持香港的獨立地區 而我們看到北京 亦都覺得這件事 對北京的利益是好的 所以就不是說有些議員這樣說 香港不可以DQ 你說不可以DQ 他就DQ給你看 不是民主發展是怎樣 不是說你做多些是不好 做多些美國當然是歡迎 因為他覺得是一個人更加有信心 但是重要的是 香港怎樣在這個貿易戰 又或者我覺得 在一個科技戰的時候 怎樣扮演到那個角色 是做到一個緩衝區 當內地想發展高科技 但是很多越來越多限制 全世界都針對華為這些類似的狀況 留學生又不收內地學生 香港變成一個地方 雙方覺得是有利用價值的 在香港做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香港 不是說只有一年 接下來可以把握得到好這件事 其實香港的經濟 我是沒有一般人看得那麼淡的 這就沒有對香港人說實體經濟的 我補充的一件事 就是關於大陸經濟 Henry說過大陸經濟問題 我覺得現在中國政府 即是習近平和政府 他根本不想現在大陸經濟好 你叫我說的話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你打貪 把東西收拾 貧富 反正都很壞 我知道很多大陸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不如先收拾好 現在先收拾好 收拾好一定是不好的 反正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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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但是這兩三年或者這個短時間是不會好 其實中央政府都是想乘機 就是之前放得太厲害 他是想收拾一收拾的 整件事你收拾了才有機會 等於香港也是一路收拾完之後 03年沙士之後 一收拾完之後 接著你就很容易再起 好過一路這樣放 一路這樣放 我覺得爺爺有少許這樣的想法 你覺得他對香港 影響了上面要收拾幾年的話 對香港影響會怎樣 對香港我覺得 他經濟在香港不管他 但是政治就一定管 政治一國兩制 應該漸漸會收緊 一國多於兩制 但是經濟來說 他很多好小事 甚至土地供應 他都不是特別好看 我想他最注重就是明日大月 除了明日大月之外 所謂搞好明日大月 其他人就不理 一明日大月 起好了 就是他們 你搞好就是他用 其他人自己本到 即 我想到 即是反了多鬼魚 是否這樣說 香港有些人反來殺魚 不是 你的問題是你反你 是一個attitude 即是你奸你 你反抗你 證明有沒有乳行 是證明到你奸的那個 evidence 是沒有報警 這個是硬任務 因為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 我覺得是2047年所有的 特別行政區 但是香港整件事 還會搬去明日大月 就是中心 然後大灣區就是什麼 香港就是老城區 大家有沒有去過西班牙 意大利 很多老城區 到時他經常說到 那些就是老城區 他的發展中心會去明日大月 和大灣區 好 最後 簡單說 我不會看到這麼文觀 即是其實 你說香港來年 經濟會怎樣呢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我們現在有一個 over employment 即意思就是 根本到處都不夠人用 到今時今日都到處 都請人的廣告 我們有很多的buffer 其實都是去了租 即意思就是經濟一跌 首先要減多租 減多租都減不了 才真正的經濟衰退 所以其實你問我 可能出現經濟會很差 但是你說香港人 會不會真實感受到經濟差 帶來的打擊 我想還有相當的距離 我感受到 是 是現在洗碗他們感受不到 你說一請人 洗碗他們的未談 都感受不到 我感受到 即是你賺錢很fuck 或者你是中上流的人 你就會感受到 但你問一些中下階層 也算是中產 中下層 以及基層 其實我想還有很大的距離 他們才會消到身 好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